MOTEN台灣超級籃球挑戰賽 目前決設的台皮 要跟賽前全敗的台穎正面交鋒 固然SBO冠軍開賽氣勢如虹 劉昌文的傳導 讓他們逐漸建立優勢 這次范詩恩籃下得手 更讓他們取得兩位數領先 而且台皮能夠壓制台穎 關鍵還是射手黃聰漢 他在上半場前五次三分球 標進三球 幫助台皮以36比28領先 進入下半場 但來到第三節 台穎決定主動出擊 積極防守壓迫造成球權轉換 帶球跑快攻的謝宗榮 不囉嗦 展現台科魔獸的破壞力 這次雷霆萬軍的雙手爆扣 不但帶動氣勢 還是標準的灌壞了 讓籃框歪掉 比賽甚至一度中斷 縮信經過現場工作人員緊急救援 比賽等以恢復進行 不過從這今天一貫就知道 台穎絕對還沒放棄 固然不是不到 只是時候未到 四節後段 台穎急起直追 靠的是各式進攻武器 不但外線能標 小組配合也是沒問題 李維哲跟林志偉 這文化雙圍的配合 讓台穎再倒數81秒 取得三分領先 這讓比賽陷入白熱化 領先大半場的台皮 也沒自亂正腳 独秒階段 打得很有耐性 把握進攻籃板 接著把球交給蔣玉安 摔掉防守者 NVP就是NVP 穎穎標進這關鍵的三分蛋 硬是把比數追成62平 但台穎還有10秒鐘的進攻時間 暫停部署後 把球交給經驗最豐富的李維哲 結果這次強行切入 亂軍之中 他埋到李其偉的犯規 這關鍵判決 可能會決定比賽勝敗 這時候要考驗李維哲的抗壓性 結果第一罰 他就沒進 塑性調整呼吸後 又效把握第二罰 不過時間還有2.5秒 台皮絕對有機會 一擊逆轉 經過暫停 組織進攻 這次邊線球發到范詩仁手上 他果斷選擇後仰跳投 可惜單道完全偏了 最後才贏就是以63比62 一分之差 金銜拿下本屆首勝 外區新聞綜合報導